字幕志愿者 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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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是另外一個磁鐵做成的青蛙 那我們翻過來這邊呢 等一下磁鐵我們會把它放在它們的底部 在那邊再用黏土把它給黏過去 那你們可以看這是一個黏土 黏土做的磁鐵 這裡面其實已經有放了一個 比較超強的超強磁鐵 那我們如果去買的話呢 磁鐵我們以前有一般的磁鐵 跟現在的一些超強的磁鐵 那超強的磁鐵 它的大小會比較小 所以會比較適合我們這種比較小型的黏土 再加上說它的磁力比較強 那再加上我們這個磁鐵比較輕 所以我們大小呢 我們的磁鐵的大小可以做更大一點 比以往的那一些傳統的黏土呢 可以再大一些 那我們除了這個磁鐵要準備之外 我們還可以去書局這邊買 比較小包的超輕黏土 那大概因為這個大小 大概選個兩三包 挑選個兩三種顏色你喜歡的 這樣就夠了 不用選到這麼多種 然後呢 我們再準備一些壓克力顏料 這個壓克力顏料呢 我們一定要用的是壓克力顏料 不能用水彩 因為呢 這個東西手會常常去拿 如果是用水彩或廣告顏料呢 我們手去拿的時候它顏色就會掉色 那所以我們還是要去買壓克力顏料 壓克力顏料買的時候呢 最重要的顏色就是紅黃藍三種顏色 那這三種顏色可以調出很多種的 黃色加紅色就可以調出橘色啊 黃色加藍色就可以調出綠色啊 藍色加紅色就可以調出紫色啊 然後如果要重一點再淺一點的話 可以各買黑白一條 那接著呢我們就要準備一個洗筆器 一個調色盤梅花盤之類的 或者是一般水彩的調色盤 然後再加上幾支圓頭的水彩筆 那我們這一次呢 因為這個的大小比較小 所以我們要準備一些比較小支 細的水彩筆 我們在畫一些細部的時候才會比較好畫 那記得不要去買平頭的 平頭的呢 在塗這個細部的時候沒有辦法塗 它會塗起來會一塊一塊的 然後準備一條抹布 然後呢 再準備一支吹風機在旁邊 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 我們今天要做的題目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支 這一支壁虎呢 我們呢用的是粉紅色的底 那我這一支 另外這一支呢 我想要跟它做一對的話呢 我可以做的是綠色的底 那綠色的底 我們大概抓一下黏土的分量 那你抓的時候大概就是 兩支指頭這樣子吧 兩支指頭然後再厚一點點 那如果太多的話我們待會可以把它捏 捏 我們待會可以把它捏掉 多的捏掉 那我稍微捏一下 我發現這一支捏起來會過大 過大的話我再把黏土不要的 黏起來 撕下來 那記得這個超清土呢 碰到空氣很快就會乾掉 乾掉之後呢它就會硬掉了 硬掉之後就沒有辦法再去軟化它 所以呢我們可以準備一個保鮮膜 或者是塑膠袋 然後呢在用的時候不用把它綁起來 只要把它封起來 倒放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做 再拉掉一些些 那我先把它搓長 尾度尾巴的地方先把它搓起來 可以放在桌上 桌上要乾淨就可以這樣子做 桌上如果不夠乾淨這樣做呢 你的 這個壁虎很容易就會脹掉 那接著我再做它的頭的部位 頭的部位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一支 身體 跟頭 有一些 變化的 尾巴是尖的 中間有一個脖子 然後呢它的頭 頭的部份呢 你可以稍微把它用手指頭壓一下 在光滑的表面壓一下 然後用手指頭輕輕的壓它 那記得喔 你沒有辦法一直去做調整 因為它遇到空氣很快就會硬化了 硬化之後你再去做調整 上面就會出現很多的皺紋 所以呢 我們就大概的 把形狀調整到你要的形狀之後 那比如說我要做彎另外這一邊 現在還來得及做這個動作 做彎到另外一邊的動作 然後 尾巴你可以讓它翹起來一點點 但是它可能會隨著時間 如果說你的土太軟的話 它可能會垂下去 沒有關係 我們剛剛買到的黏土呢 有時候會裡面含的水分比較多 那隨著你打開的次數呢 它裡面的水分會越來越少 所以呢 反而用到大概中間 大概用過幾天之後的黏土會比較好用 就是你有打開過幾次 還是要封起來 不是把它曝露在空氣下面 好 那接著呢 我們要來做它的眼睛的部分 眼睛的顏色呢 我可以選一個 比較接近它的顏色做底色 那我用的是綠色好了 綠色的 那我這隻眼睛我想要做圓的 稍微量一下 太多了 把標圖捏起來 包在我們剛剛的保鮮膜裡面 等一下我們 也許可以做一些小東西的時候 還可以用 那也不要浪費它 那它的土呢 之後呢先把它揉一揉 規則的揉一揉 把裡面的空氣呢 盡量的把它排擠掉 然後順便讓它所有的土呢 都均勻 均勻之後呢 用力的在手掌中間 輕輕的揉一下 然後呢 再更輕 力道再輕一點 它會越來越圓 你再壓它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圓 那現在捏開它之後 大概兩分的大小比 對比一下 好差不多 那我們就可以來做 我們這一次做 正方形的眼睛好了 正方形的眼睛怎麼做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圓呢 我們先把它壓扁 壓扁它之後呢 你可以放在這個桌上 如果不大會這樣做 你甚至可以用一些工具 隨手看看身上身邊有什麼工具 一直比的後端啊 四個邊 甚至 這個 刀片的背面這一邊啊 你們都可以這樣做 那拿起來之後再把這個角的地方呢 稍微捏尖一點點 我們大概的捏尖 然後上面壓一下把它壓平它 把它壓平 不要讓它太 不要讓它太 翹 然後讓它厚度差不多 好啦 這是一個眼睛 這個眼睛太厚了一點點 我們再把它壓平它 然後呢拿起來 把四個角 做尖 再捏尖 捏尖它的時候呢 上面把它壓一下 讓它平一點 不要太凸 因為你捏它的時候呢 它的圖會往兩旁跑 所以你這手這樣把它 壓著之後呢 這樣做起來會比較漂亮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準備用我們的白膠 我們這個白膠呢 我們去買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買這種尖頭的 那它擠出來的 擠出來的 我這邊先試擠給大家看 先拿之前的廢紙 你看 它擠出來的大小呢 它可以控制 我們可以控制在 它是比較細的 可以 比較一個點 如果你是用那種用沾的啊 或者是它的開口比較大的呢 它做起來其實會比較不好做 好不好 所以我們在拿的時候 我們在買的時候呢 我們盡量買這種尖頭的 這種開頭的白膠 用完之後一定要記得把它關起來 否則裡面乾掉通道阻塞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紅點 它會把這個 點了一下 點兩個點 不用太多 不用太多 黏土它本身就已經有一點點黏性了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 我們再把這個 眼睛 放上去 調整一下它 調整一下它 手這個時候還可以修一下 修一下它的形狀 好 那這個眼睛就好了對不對 那接著呢 我們就要來做它的腳囉 腳的部分呢 你可以選擇白色的 那我這邊白色剛剛視線已經有拿起來一些些 一樣我從這一個 保鮮膜裡面打開 那記得有時候我們的手會髒掉 因為我剛剛摸過綠色 你可以看到 我的手如果摸了綠色 再來摸這個就會髒掉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手先擦一下 這時候準備一條 有點濕潤的抹布呢 把它扭乾之後呢 它的用處就好 它的用處就來了 然後呢 手稍微讓它乾一下一下 如果你的黏土是新的 你手這樣去抓 你大概整隻手都會沾滿了白色黏土 可是因為這個黏土已經用過一段時間了 它的黏度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呢 我現在的手 並沒有惹到這一些麻煩 好不好 然後呢 一樣 稍微把這個土揉均勻 揉均勻 揉均勻之後呢 裡面一些髒的地方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大概有 壓克力顏料 我們可以用壓克力顏料在上面修 那我大概抓一下它腳的大小 大概兩個這樣 把不用的土一樣收進去 先蓋起來 稍微的減少它暴露的機會 好這個壓一下 我發現這裡面好像有一些空氣還是 把盡量我們這樣把它壓平它 再對摺 盡量不要再把空氣包進去喔 有的人說 那我就是這樣壓 有的人他的手勢沒有用好 就一包就把一大包空氣給包進去了 所以不要這樣 就像是什麼 我們要盡量把裡面的空氣給壓出來 然後揉一揉 一樣 這個再來做這個動作 這邊有點髒 先把它清開 揉一揉 兩個大小差不多 就算不一樣大也沒關係 我揉它的時候呢 我中間這邊要細一點 兩邊要粗一點 有沒有看到 你們如果手指頭比較細的小朋友呢 你可以用兩隻手指頭 像老師是大人 所以我就要用 一根手指頭就夠了 好了之後呢 我大概把這隻蜥蜴呢 翻了過來 它的脖子的後面這邊會有角 不要放到脖子這邊去喔 這個凹下來的地方我們不要放 但是你要記得 因為它是有點黏度 你一放上去它就會黏住了 所以我大概的看了一下大小 好 就是這個形狀我要的 所以我在我要放黏角的地方一樣 點兩個點 那你要記得喔 這兩個點的中間的地方 等一下我就是要放這個 我就是要放這個磁鐵的 所以呢 我們的空隙要大概自己抓好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磁鐵 待會放不放得下去 欸可以 放好之後呢 把這一隻蜥蜴放回來 調整一下 它的頭好像有點重 所以讓它頭重腳輕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壓一下 不要讓它太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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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呢 稍微從上面壓一下 它的腳的位置可以調整一下 看你要這樣子調整 要讓它朝前朝後 壓平它 壓平它 把它壓扁一點點 壓扁一點點 讓它貼在上面 好 那大概呢 這樣子呢 我們就把這個蜥蜴的 身體的構造呢 都做出來了 做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下面壓的時候呢 它下面這邊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趁它還是濕的時候 把這個磁鐵 這個上面有兩塊超強的磁鐵 好 黏度太強了 有時候如果你的黏土呢 如果你的黏土 如果你的磁鐵買到的時候呢 你發現它的黏強度不夠 你可以把兩顆呢 都怎麼樣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們的怎麼樣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磁鐵它的強度呢 就會變成兩倍 好不好 那你可以看到 哇 這個強度強到 連李子老師是大人 我的手要把它分開 都不好分開 哇 我們好不容易怎麼樣 把它分開了 分開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給 放到肚子這邊去 千萬記得喔 有一些小朋友呢 他現在是說 好那我把它放上去之後 我就要開始用磁鐵 讓它鐵吸一吸 吸一看 要記得一件事情 它在沒有完全乾之前 一定要放好幾天 它不只是磁鐵的朋友 都不能去靠近它 連鐵的東西都不要靠近它 為什麼 因為它一旦有磁性 它就會把磁鐵裡面的磁鐵吸出來外面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那我現在大概抓一個大小 可以把這個磁鐵覆蓋過去 我們不能太厚喔 如果太厚它的磁性就會怎麼樣 變得很弱 所以呢我先大概把這個厚度抓出來之後 一樣 我把這個磁鐵放到它的肚子上面去 最後我在旁邊這一邊 塗上一些膠 然後呢 把我做的這一塊 黏土呢 我把它做成比較長的 長方形的形狀 覆蓋過去 拿起來壓它 才不會把整個身體的形狀 你看 我們不要這樣放著壓它 身體才不會壞掉 壓一下 往前往後壓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肚子的部分呢 就已經把磁鐵包在這裡面了 可是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壓得太薄 不要壓到你手指頭都可以碰到磁鐵 那就是已經太薄了 好 那我們現在翻過來 看看身體的姿勢 讓它再重新調整一下 不要讓它翹翹的這樣子感覺 那如果我們裡面的地方呢 我們碰不到呢 我們可以用一下工具 可以自己拿一下比較細的工具 那我們可以把它給做一個調整 做了這個調整之後呢 原則上這一顆磁鐵怎麼樣 就做得差不多了 可是呢 現在呢 我們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想要在這一支上面一樣上色 那你也可以做上色 那如果說你說 李子老師 我這邊呢 我其實有很多種顏色的黏土 我可不可以用黏的呢 其實你也可以用黏的 來 那如果說假設這個眼睛是用畫的 那我這個眼睛呢 我想要用做上去的 可不可以 可以 或者是我身上想要做個條紋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呢 可以做 比如說我先做一些粉紅色的條紋 一樣 拿下來之後呢 抓一抓 然後呢 我分 一些 直接先做細條紋 用手指頭搓 如果你的手是比較細的 你可以用兩隻指頭 甚至呢 你可以這樣子搓 用手掌平的地方 用這個平的地方 要慢慢搓 那因為這個 我們的東西比較小 所以我們要搓出來的東西要比較細 那常常會有小朋友呢 或者是大人呢 他怎麼樣 他搓的時候太用力了 一次搓太用力 東西就怎麼樣 就斷掉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得慢慢搓 平均的搓他 你如果發現他在一邊會這樣甩來甩去的時候 另外一隻手下去輕輕的扶住他 輕輕的扶住他 你可以看到 我搓出一個寬度是差不多的 可是呢 他的 長度是 欸我如果要放在他身上 這樣太長啦 我並沒有要放這麼多 所以呢 我可以捏掉一些 可以捏掉一些 然後呢 比如說我要放在哪裡的 我就點一下下 不用太多 放上去 之後呢 再來找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可以找更細的 這個地方 稍微抓一下 稍微揉一下 長一點 放上去 如果你發現你的手不小心沾到白膠 像你老師現在手沾到一點點白膠 來這邊擦一下 那你記得喔 你不要說 啊老師我覺得這個白膠呢 沾到他的身體上面好醜喔 不會 他乾掉之後就會變透明的 如果你現在呢 只是沾到白膠 手並沒有髒髒的 不要去搓他 搓他的時候會出現黑黑的垢 那最後一條 我這邊再畫 最後一條 放上去 我邊邊 後面這邊不要這麼尖 你可以把 用手指把他摺回去 趁他軟軟濕濕的時候呢 可以做這個動作 可以做這個動作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把他壓扁一點點 如果你希望他是 有一點寬度的呢 你覺得他太遠了 你可以把他壓扁一點 你如果喜歡他圓的 你就是做圓的 好 好 那接著呢 眼睛的部分呢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變化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做到這個地方呢 我想說 那現在我們就來教你 怎麼去做 上色的動作 先把這個顏色先收好 我們呢 準備了吹風機之後呢 稍微先把他吹乾 稍微先把他吹乾 吹乾的時候呢 記得不要太近 那我們也可以稍微拿起來 正面背面都一起吹乾 順便把他形狀做個固定 你在吹乾的時候 你要記得喔 乾了之後的造型 你不要硬去把他壓出你要的形狀 因為乾掉之後 你硬把他壓的話 他會變得怪怪的 吹乾它 我們把他放在這上面吹乾 下面的塑膠墊呢 因為他怕熱會翹來翹去的 所以呢 我們就不要把他放在塑膠墊上面吹 底部這邊呢 我們也可以把他吹乾一下下 哇 哇 他在做日光浴你看 肚子翻過來了 我們幫他吹乾 他應該很舒服 洗完澡了嗎 好 大概之後呢 我們要記得 我們上色的時候 如果把他全部都把他蓋過去 那他裡面的水分就沒有辦法蒸發掉 所以呢 我們上色的時候 盡量不要把他全部都給蓋過去 好 首先呢 我先來做一下 我先來選一下我要用的顏色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用 我先把淺綠色這邊 他是淺綠色的 淺綠色的背景對不對 那我這邊呢 跟他相反 我用紅色的 我用紅色的背景 紅色的條紋 水太乾 水太乾 再來沾一下水 畫另外一邊 太乾 再沾一下水 水 接著呢 我想要來做他的眼睛 眼睛的部分呢 我想要先做個 藍底 藍底 一樣也是方形的 我們筆拿尖 筆拿直 好 那身體的部位呢 我想要畫 別的點 黃點 不夠 再沾 再來 好 那接著呢 想要畫一下他的嘴巴 微笑的嘴巴 橘色的嘴巴 橘色的嘴巴 那接著呢 我要再點上他的眼睛的眼白的部分 最後呢 點上他的眼珠子 這樣呢 我們這一支呢 蜥蜴呢 大概就這樣 這邊就快要可以完成了 如果你後來發現呢 真的 我的這個蜥蜴呢 我後來左看看 右看看 發現乾了之後呢 你不喜歡呢 我們還是可以再找時間回來修整 比如說 我可以加個眼睫毛啊 可以加個指甲啊 比如可以加個其他的東西 那這樣子呢 我們這一支蜥蜴呢 就可以完成 但是完成之後一定要記得 放在這一邊 讓它乾 放在一個地方 讓它乾 千萬要忍住 不要去拿它 大概放個 一裡只好是這樣子的經驗 如果你做得厚一點 我會建議你至少放個三到五天 那你們家如果很潮濕 要記得 你不是上面乾就好了喔 一定要翻過來 背面最重要是磁鐵的部分 磁鐵的肚子的這邊 一定要讓它放到完全乾 才可以去吸它 所以大概 這邊至少要翻過來的地方 上面要先讓它乾 你翻過來它才不會壓到變形 所以上面先放個大概兩三天 那之後就要把它翻過來 這邊至少讓它放個三天 那這樣子呢 我們大概五天之後再去用 好不好 所以小朋友你們一定要忍住 不要一直去玩它 可以嗎 好不好 那如果怕擔心的話 如果你一摸 還是有點軟有點濕 那你就放個大概一個禮拜 就可以用了 那希望你們今天都喜歡這個課程 如果說你回去的時候呢 有時間呢 就可以再做個變化 可以做個青蛙 做個其他的東西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的觀賞 期待下次再將見 期待下次再將見